前一陣子有日本的火山爆發之後產生的褲子 它現在飄到台灣來了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個海邊呢 也可以看到很多這個 一些小褲子 它有大有小 有些看起來比較黑一點的 都漂浮在水上 南輝河漁港吃午餐 然後等一下去翡翠灣 看看有沒有褲子可以撿 因為看很多同學都去北海岸撿褲子 好 炒飯嗎 好 這是炒飯 你要進去炒炒飯還是炒飯 要炒飯就我們炒飯 要炒飯 要炒飯 炒飯 還有烏龜 海龜 海龜 你要吃魚眼睛嗎 要 眼睛好吃嗎 bus でも炒飯 動物 來個水 你也吃夠多了 你吃了 你吃生的 你吃 你吃五個了 這什麼 叫什麼 兩分鐘 你怎麼燃掉 來來來來 燙燙喔 飛 飛 給我 妹妹危險你先吃 會有一個雕像吃喔 好 好 來 好 好燙喔 好燙喔 好 趁他們在 搞棉花糖喝咖啡的時候呢 我要來辦正事了 就是看看 海邊有沒有服飾可以件 找到了 很輕啊 一摸就知道 因為它裡面氣孔很多 氣孔多的話 讓它平均密度比水還小 這麼輕 你丟到海底一定會浮起來的 可以來試試看看 如果我怕丟下去之後 就被送走 在水上 非常多 這一層的應該就是 按燈發手袋 裡面會有一些 比較深色的結晶 然後 那個 丟到水裡面它真的會跳起來 那 也有這種很大顆的 今天撿到大概 四大顆 差不多這樣 那 有些裡面還會看到有 像調味的樣子 那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個海面 就是呢 有些波浪看起來還是綠色的 可是有 這邊的話 它的波浪打上來 會有咖啡色的 後來下去確認 發現它們都是 小顆小顆的服飾 大概像這樣 大概像這樣子 小顆的 好 這樣就夠了 任務完成 很多 比想像中還多很多 這些都是 它還活著 這是螃蟹活著耶 它動了一下 救它去海裡好了 它被魚網傳住了 有一點水灘會不會浮過來 這是火山爆發的淹死啊 對啊 它放在水裡它會浮上來 是啊 所以麻煩海裡它就飄走 它就水 海水飄走 是火山爆發來的石頭耶 火山岩是嗎 胡石 胡石 那火山在哪裡 它在日本 從日本來的 在海裡 我聽過有人在那邊 海裡的嗎 我聽 我聽過有人在那邊烤披薩 我聽過 哪裡 你說在火山烤披薩 烤披薩 烤披薩 大火山 對 有嗎 誰 新聞說的 我聽過 我聽過 我想要封密這樣的雙筆 我要蛋糕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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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誰到處喔 一 拍手 我有誰 拍手 嘿嘿嘿 嗨 祝你生日快樂 我要吃巧克力 給我吃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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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我吃巧克力 那個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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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我拍照吧 出發